現在他要訪的是紅獨拉斯 過境美國 那麼在1月25號台灣時間的 晚上的11點鐘 抵達第一站過季洛杉磯 那麼是由著名代表蕭美琴 還有AIT主席莫劍 親自登機有迎接 畫面看起來都還不錯 那麼交談的過程中 氣氛也都滿好的 可是呢 有人就發現了一個重點了 就是隆蓋生 他怎麼發現的呢 這是謝文介就說 賴清德提到自己是 總統蔡英文的特使 這句話有什麼背後的秘密呢 他說而這句話 其實像是一個防彈 像是一個防火牆啦 因為未來呢 如果好死不死 這個紅獨拉斯 又在跟我們斷交了 如果呢 出訪一趟過沒多久 如果斷交的話 就可以避開什麼 網軍說他戴衰的風向 所以他說他是 總統蔡英文的特使 他是用這兩個字 那麼我們就要看到了 這個傑文介他怎麼說 總統自己不去 挖坑給副總統跳 台灣剛為了立陶宛 花了404億台幣 那麼洪獨拉斯呢 到底給了多少錢呢 搞了多少錢援助呢 這個時候總統蔡英文 去洪獨拉斯 難保對方不會是大開口 所以要多少錢 你跟他談 不要來跟我談 那麼我們想知道的是 我們就要想問民賢哥了 民神議員 現在是不是總統故意挖坑 給副總統跳 到底是挖坑呢 還是說之前被冷凍 看似冷凍的賴清德 現在解凍了 其實我過去擔任記者的時候 在馬英九任內 我跟馬總統出去 中美洲友邦 大概這幾個國家我都去過了 巴拿馬 尼加拉瓜 宏都拉斯 哥斯大利加 還有瓜地馬拉 幾乎我去過的國家 大家大概都被斷交斷光了 以後去的機會大概不多 宏都拉斯是我們剩下少數 在中美洲面積比較大 人口比較多的 算是比較中大型的國家 如果要廣固邦交的話 確實相當不容易 那宏都拉斯新任的總統 在競選的期間 那也曾經說過要外交轉向 所以要如何廣固邦交 當然對過去的外交的方式 第一個他們就職典禮 總統出訪當然是一個 我們的中華民國的總統出訪 親自去 當然是一個最優先的方案 那總統不去派副總統 或派行政院長去 這個都有潛力可循 那賴清德副總統去 當然他一定會說 他是總統特使 這個跟未來斷交之後 到底誰要承擔責任 我覺得 真的不要想說斷交 我們當然努力鞏固我們的邦交 可是如果斷交之後 當然民進黨一定要蓋瓜承受 政府一定有責任 那只是說這次出訪去 過去的官吏 包括這是因為出席 宏都拉斯的總統的就職典禮 我們一定會有帶禮物 這個不用懷疑 那帶的禮物當然是 由賴清德去送沒有錯 可是中間會不會有談判 會不會有斡旋 這還是隨行的外交部人員會去主談 譬如說宏都拉斯會不會獅子大開口 我想可能會 可是這也不是賴清德可以做主 這也還是外交部 外交部做主 而且我們出訪的外交部 隨時都有電話跟國內 他們是用保密電話 這個也不是旁邊可以竊聽 他們保密電話其實是可以加密的 一定會跟國內連線 所以我們的禮物一定有帶 而且相當的不響 那我覺得說 我覺得我要提醒的一點是這樣 因為我們總統 我在賴清德要出訪的時候 一直講說賴清德會在此行 會跟美國的副總統賀錦麗不期而遇 所以我們一直在聲張說 在對外宣傳 甚至在大內宣 大外宣 講說賴清德會跟美國的副總統 賀錦麗不期而遇 結果今天白宮就出來打臉了 說賀錦麗沒有要見賴清德的規劃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還蠻傷的 因為過去馬英九總統2013年 出訪叫停的時候 也跟當時的副總統拜登 就是現在的美國總統 拜登互相見面 而且雙方還握手 拜登還摟著周美清的腰 當時候2013年馬英九 馬政府可以為什麼現在白宮就出來說 賀錦麗沒有要跟賴清德見面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覺得說賴清德此行出榜 第一個當然廣步幫你 那我們不要陷入金錢外交 那過境美國的時候跟美方怎麼互動 包括在宏圖拉斯跟各國政要互動的時候 所以民進黨也不要講說踏實外交怎麼樣 也不要做大內宣 因為過去我們的高規格馬政府做到了 那你民黨做到什麼 除了我們斷交斷了幾個邦交國 我們的踏實外交又做了什麼 我覺得這民黨政府該跟民眾說清楚 好的確就是希望我們執政黨 跟我們說清楚講明白 可以 gì 一個大ille是 高校開時 我們做一個原請的 像高校對 我們什麼 說明 就是 說 我們